男人硬生生举起了350公斤的杠链 结果下一秒 咔嚓一声 他的腰直接被压断了 幸好医生及时赶到 他们问男人现在感觉如何 男人急忙喊道 我下面都没知觉了 对于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来说 这伤得可太严重了 送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从片子上能看出 男人的脊柱已经断裂 更糟糕的是 还有部分骨骼碎片 侵入了锥管 医生们目前手上有两套治疗方案 一套方案激进 另一套则温和 谁知男人所隶属的俱乐部 根本不关心男人死活 并表示 男人是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 全家人都靠他的薪水养活 所以医生只管把他治好 尽快把他送回赛场就行 卷王听了感觉很无语 把男人当赚钱工具 这还是人吗 没过多久 母亲和兄弟们也一起来给男人上强度 他们告诉男人 现在你弟缺钱买房 你必须扛起这头家呀 别怕疼 等医生给你汗块钢板 懂什么叫钢骨骨 DC里面那个酷不酷 男人无奈地看向家人 可他们也全都不关心他的状态 只关心他的收入 最终男人还是决定 采用温和的方案来进行手术 男人的七姑八婶全站在楼上围观 都等着等手术结束 就作为赫里找男人借一大笔钱 然而医生们才动刀没多久 就发现男人的生命体征开始急剧下滑 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 这意味着温和的方案对男人并不适用 医生们赶紧用电机唤起他的心跳 可是霹里啪啦一顿电 心电图依然没有丝毫波动 眼看还有十秒男人就要死了 尼尔直接抄起一旁的肾上腺素 一针扎进了男人的心脏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危险的手段 成功让男人恢复了心跳 在楼上围观的众人 也都纷纷松了一口气 不过出了这么一茬子时 这手术暂时是没法做了 必须等男人恢复状态才能继续 等男人苏醒 医生报道了他手术室里的情况 之后他们将采用另一套方案 帮助他更快重返赛场 可男人却在这时 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他根本不喜欢打球 但是从小他就长得牛高马壮 被球探发觉 是橄榄球界的不二器材 之后是为了给家里赚钱 才拼了老命锻炼 但是有了钱之后 他的家族却变位了 他本来是打算弄伤自己 就此退役的 但很显然 无论是家人 还是老天爷 都不打算放过他 医生们都沉默了 但治病救人是他们的本质 无法评判男人的做法是对是错 只能在几个小时后 再次为男人开刀 医生们剖开男人的背部 为他修复了脊椎 这一次手术非常顺利 没闹幺蛾子就结束了 男人之后只需休养一段时间 就能回到赛场 此时的男人 满脸写着无可奈何 上天给了他一副健硕的身体 但也给了他相应的任务 他很不自由 但其实已经过得比很多人都要好了 毕竟身不由己往往才是常态 不如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吐槽 女人做手术竟然不打麻药 看着医生一锤一锤的 把钢钉打进自己的大腿 她痛苦嚎叫 疼痛等级已经超过了十级甚至九级 为什么她要对自己这么狠 难道是显眼床戏太无聊吗 当然不是 而我们的主角萧恩可以给出答案 事情要从女人被送进医院说起 她飙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 当时一条腿就被掰成了三段 萧恩赶紧为女人安排了全套检查 果然发现女人不是普通的骨折 而是韧带撕裂 这就要去女人必须要动手术处理 萧恩告诉女人 之后她们将会将一根钢钉刺入她的大腿 以此固定断裂的骨头 但是女人却表示不能麻醉 因为她曾经有毒瘾 而麻醉机里的某种成分 却会将她重新变成瘾君子 医生只能重新讨论治疗方案 萧恩表示可以放歌 研究表明 音乐可以缓解疼痛 但很显然 这并不是一个靠谱的办法 这是其他医生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两根较细的钉子 把断骨接起来 疼痛感会更低一些 但萧恩提出了反对 因为这样做连接不稳 感染风险也会增加 造成永久残疾 然而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二票对一票 于是手术势力 医生们小心翼翼地给女人接腿 但剧烈的疼痛 还是无法被任何方式缓解 女人感觉这是自己离天堂最近的一天 她的血压也随之蹭蹭拔高 随时都有休克的可能 幸好医生为她准备了降压药 一直把血压卡在腺外 这才令其勉强度过了这场手术 手术结束后 医生通知女人 在休养个半年她就能正常走路 女人和她的丈夫 都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可俗话说得好 不停萧恩言 吃亏在眼前 果然没过多久 女人的腿不断肿胀 这意味着她的血管出现了栓色 同时也证明了保守方法不起作用 女人当时就傻了 手术忍得痛白忍了呗 而且不仅如此 医生们还要在她推上多开几刀 执行原来的方案 否则女人就只能选择截肢了 医生希望女人这次打麻药 可女人的意志非常坚定 说不打就不打 绝不能让自己这些年借饮的功夫 全都付诸东流了 不得不说 女人确实令人钦佩 萧恩等人也明白 他们肯定是说不动她的 只能去请来女人的丈夫 向她说明了情况 男人得知了一切 随后变性冲冲走进了病房 妻子的想法是没错的 她借饮的决心 她恨不得拍手叫好 但同样的 她也相信 妻子拥有坚强的意志 能够抵抗上瘾的诱惑 只要有她在身边 她绝不会让她堕落 可就算丈夫说到这个份上 女人还是拒绝了 毕竟那种东西一旦粘上 还想摆脱会有多困难 只有当事者才能明白 医生也看不下去了 只能为她安排了无麻的手术 而这一次的痛感 会比上一次更加恐怖 所以当钉子扎入水管时 女人血压变猛地 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哪怕医生给她注射 再多降压药 也无济于事 没办法了 医生打算给她注射麻药 可就在这时 女人一把抓住了萧恩的手 而最害怕被人接触的萧恩 竟然没有自闭症发作 只因这样做 能够分散女人的注意力 缓解疼痛 她让其他医生 搞快点继续治疗 于是金属碰撞的声音 渐渐急促了起来 最终手术顺利结束了 女人一家三口在病房团聚 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 就连抑制如钢铁一般的女人 也不敢再粘毒 不得不再强调一遍 真爱生命 远离毒品 这个男人快要被自己的体液淹死了 首先被淹没的是他这双眉腿 此时肿得像火腿似的 这是淋巴液在体内堆积的结果 医生只能先暂时帮助男人 阻塞一些淋巴通道 否则淋巴液越积越多 就会从体内将男人给淹死 如今医生们必须找到淋巴异常的真正原因 询问病史 男人表示只得过抑郁症 更多线索 也是一问三不知 然而时间不等人 短短一个小时 男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流动的淋巴液已经侵入到了男人的肺部 眼看他就要淹死 肖恩紧急为他完成排液 可这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 要不了多久 男人早晚还是会死在淋巴液手里 现在医生们只有一种方法能治疗男人 那就是MAC抑制剂 它可以抑制突变的淋巴细胞 都有不同的副作用 所以医生们必须想办法 找到合适男人使用的医治剂 医生们试图从过往的资料中 寻找到最佳的方案 然而很快他们就被啪啪打脸 第一次试药 除了导致男人出现内出血 根本没有起到消肿的作用 就在这时 肖恩的女友卡丽 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情报 他们可以用斑马鱼来做实验 因为这种鱼生长速度快 一天就能长成 而且84%与人类疾病有关的基因 鱼的身上都有对应 于是肖恩当场改行 开启了新副业养鱼 只要把有相同基因突变的斑马鱼 当作病毒样本 就能检查出哪种药物适合男人 经过一缸接一缸鱼的测试 肖恩他们也终于从41种抑制剂中 将范围缩减到了两个 而与此同时 男人也出现了心动过速 护士给他紧急换来医生 这是因为淋巴液已经侵入心脏 现在医生需要在胸腔放置导管 替男人排出基业 现在男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肖恩和卡丽必须二选一 而在这里 两人却难得出现了分歧 最后医生还是选用了趋美替你 给男人服用的那一刻 卡丽还是非常忐忑 毕竟不听肖恩言 过往小病变大病的案例都历历在目 幸运的是 肖恩很快就来通知他 病人已经没事了 这一刻卡丽终于松了一口气 眼泪也是彻底绷不住了 虽然疑难杂症是解决了 但卡丽也表示 自己再也不想和肖恩一起走外科了 毕竟肖恩处过的病人 治疗过程总是跌宕起伏 避起来的医生 没点心